各小组汇报情况 穿越19年的绝密文件失窃案在线 是病毒 国安防线拉响警报 线索无数难辨 就发现后面有一个在幕后操纵的人 敌人就在身边 喧嚣人海中生死较量 我要跑了你就能过得好吗 其实挺紧张的 本期据说很好看 但也走进速敌与国安人一起 守直护国之盾 维护国家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 各小组汇报情况 一组就位 没有人进出 二组就位 时刻监控 他把绝密记忧原件留在复印机上了 一人进出 一会儿出门就按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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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查一下电脑地盘第三个文件夹 有一个压缩包找了吗 拔出去 你只有不到一分钟了快 一组准备 要出去了 明白 是病毒 人不见了 二组 跟我走 一组 去办公里拿机晓原件 在附近机上 病毒是故意放出来的诱饵 我们可能暴露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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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上线是谁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他只说他能 看见我 让我听他指挥 盯着电子围栏 绝不进行机晓原件发给 这关联到国家的安全 里面的演算思路 一旦被他们学会 损失不可忽然 主要所的所有信息都将被破裂 大家继续看总台 剧中很好看 大家好 我是陪您一起追剧的 王希良 近期一部 当代国安反谍剧宿敌 正在我们央视热播 这部剧讲述的是 国安干警们隐姓埋名 始终不忘心中目标 一腔孤勇地追踪当年的真相 在层层揭秘的路上 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 那么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请到了 素敌这部作品的主创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让我们掌声 欢迎各位有请 欢迎 欢迎导演 欢迎 欢迎 辛苦了 欢迎 欢迎 欢迎各位 好 节目一开始呢 还是请我们各位主创 给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素敌这部戏的导演 齐道 欢迎齐道 大家好 我是张开泰 在素敌中饰演郭伟杰 我这个人打脚 从心里里就佩服 想念这样的人 航天事业哪一部 算法领域里边 都有您一份功劳 大家好 我是演员马玉杰 在素敌中扮演周佳 又有远程操控能力 还要对滨海熟悉 胡局当年没有时政 但是也没有打消对她的怀疑 大家好 我是演员白宾可 在素敌中饰演威乐乐 那我和你一起吧 不用 开车慢点 大家好 我是演员宾子 在素敌当中演 熊小天 我倒是希望她是 一个普通人 掀翻了整个东南亚的大盘 我们倒显得无能了 大家好 我是演员侯勇 在剧中扮演阿川 非得今天晚上吗 就今天晚上 一把火把小鹿给我点了 那要是玉阁在里边怎么办啊 要说到素敌这部作品呢 就像我们刚刚开场秀展现的一样 迷传可以说是一个接一个 线索呢 看似很多 但是有时候呢 就忽然没有了头绪 那么素敌到底带给我们哪些精彩 台前幕后又有哪些故事 让我们一起坐下来 看一看 聊一聊 在微博 微信 抖音 搜索 CCTV电视剧更多精彩 等您发现 其实要说素敌这部作品呢 是有很多线索 我们观众呢 一边追剧 一边呢 去寻找这些线索 但有时候觉得吧 就像刚刚开场秀表现的那样 像那个《记要原件》啊 忽然就消失了 据说是有一个神秘人在操控它 你好 罗伯特先生 安全吗 您是问我还是问《记要原件》的 记住 最优价值的不是烟酸结果 而是原始文件的烟酸过程 原件在欧洲黑市 卖家才能翻十倍 《记要原件》很安全 对 带出来只是实践问题 但是呢 这个线索呢 好像追着追着又断了 是的 这个后面有一个真正在幕后操纵的人 可能真正切密的那个前面的人呢 是一个马前卒 就是说大家觉得有可能 是目标的那个人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对 那就非常有意思了 那么到底是多么的扑朔迷离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放这儿吧 我就在这儿 在这儿 大钟去了 我留下鞋叉锻念读包 啥爱说话啊 没词了 带马直接攻破了不间断电影的戏 我在这儿看着 然后我说010号警员 然后你从这儿进来了 在紧急情况下 先赵高西潮是合情合理的 罗伯特是谁 国际航天基金会的监理 我怀疑这个基金会是一个掩护组织 咱们局掌握的太少 我想申请了授权 去大案里查查 警察 境外机构国际航天基金会策划 并指示签密行动 实施签密者于白浪被捕 另有嫌疑人证尽死亡 缴获于白浪改装手枪一致 嫌疑人称 710110号警员涉案 警察 710110号警员 与国际航天基金会 不存在关联 零110号警员 北京 怎么还没去921 大中去了 我留下协查断电读包 有发现 代码直接攻破了 物间断电源系统 物理阻断 写程序的应该有物理系 和数学系的背景 从攻击性来看应该是个男性 跟大中说了吗 说了 他说901上下符合这样条件的 不下一百个 找到突破口了吗 大案里写着经查此人和基金会 没有任何关系 那吴官为什么要写 谁经办的 胡夏芳 吴局 那就更有意义 他可是个脸上有几条皱纹 心里都清楚的人 平白无故写这么一笔 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 只写了一个警号010 出叛徒了 这只是你的主观推断 需要证据 逻辑缜密 又经过严格的训练 还要对滨海熟悉 胡局当年没有实证 但是也没有打消对他的怀疑 所以就故意留下来这么一笔 等到到时候有人查到 和这个案件有关联线索的时候 能注意到这个人 那你就更有理由 怀疑这个011 导演 你为什么要笑 那个010号神秘人物到底是谁 真的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能给我们一些追剧福利吗 那就是我们这个戏里面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演员 他叫廖凡 廖凡老师 我不想早点拿钱 还不是因为你 我 谁让你把乐乐给灌醉 现在我跟东山都掰着 还能没法弹 这不会收我的钱吧 好像当成驴肝费 好吃 关系追剧过程中 你们也看到了很多观众表达的那些观点 会不会觉得 因为您既是导演也是编剧对吧 就是你自己布的这个特别大的这个局 它是错综复杂的对吧 有很多很多的线索 是一个迷宫一样的吗 我看这两个案件就是前后跨了将近20年 有19年的时间 对 中间还有一些联系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线索去按图索记吗 可以的 这是一个迷宫 你进去吗 你的笑很吓人 对吧 现在都好多了 你在现场更那个什么 气场 对 气场 刚才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抽丝剥剪 但是看起来好像还有更大的阴谋 那么接下来有什么进展呢 我们继续来看 前面还有呢 发现了 那个 定位他 定位 定位 定位信号 地理位置 这是两个基转接受过信号 但是想要 听下来听说是那个人 就算是什么 辛苦了 合索 破解了吧 快了 再加把劲 里边什么进展 有点打转 我也得加把劲 大忠 大忠 哎 怎么了 什么 没事 找着了 定位信号 地理位置 这两个基站接受过信号 但是想要定位它的位置的话 只能从这两个基站开始下手 基站在哪儿 一个是在西航东路二十九号 一个是在西航东路二十九号 西下官 怎么回事 他在实时 实时监控啊 还能看见我吗 注意他 别让他跑了 他没跑 那儿 他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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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准备了 这利益 他在带着 和他们有此利益 差不多 二人 算了 不是 你们 你 你 都要 我们 他一旦攻破了就什么都完了 追踪用的是您的权限 他能倒追 说明已经攻破了权限壁垒 现在拔了不仅抓不到他 他以后还能随时进来 他在赌 链接是双向的 他在赌我们能到达基站之前 他能攻破我们的福气 周佳 你来 我只能拖延时间 多久 两个小时 周佳 你盯着 你跟我走 好 这个不看不知道 看得吓一跳 就是原来是内部有耳朵 嗯 听什么 找到这一股 也会有心意 才能听着 这一点都不会是内部 那就必须是内部 对 没关系 就必须是内部 齐医生所需要的 看不见 你也不会有一个减养 你也不会相信 咱们就觉得 这些人在最后还是被抓捕了 还是被抓捕了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毕举 看我俩的 找到了 他删除的邮件里 有个航天基金会的机会 好 好 这没有垃圾桶啊 这 我跟哪翻呢 这个耳朵肯定跟温博有个接触 咱用细节露 再去看看探头 多长年那程序肯定是这孩子写的 记住那有报告的 案发的时候他就在宿舍 但我唯一想不到的是 从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他写的 到我进到他宿舍门前后不超五分钟 就算有人给他通风报信 这也太快了吧 除非我就是那耳朵 诶 你看 哪有个公用电话啊 查那个电话 外线都被切断了 他只能打转接 哪儿 合索办公室 是合索 这是我在合索办公室发现的 听说起来就是接要文件 耳朵就是合索 按发他就回来了 而且他是搞硬件的 知道哪是盲区 他见了温博也拍不到啊 找到没合索 找到了 他删除的邮件里有一个航天基金会的记录 合索费订了一张去摩尔纳的机票 十一点零五分起飞 这会儿说是人跑了 开车走的 车牌是30698 他就在901 根本不是按发后回来的 那机要元件肯定在他手里 开电眼查他的位置 让我去机场 你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呀 闪事结束了 他们能做到的 加密了呗 一时半会儿解不了 我跟你说 你就不应该去攻击服务站 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已经朝你那儿去了 你赶紧跑 你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我跑了你就能过得好吗 干好你自己的事 谢谢 现场呢 因为宿迪的剧组的来到呢 就充满了一种扑朔迷离的气氛 我不知道在剧组拍摄的时候 现场是一种什么气氛啊 现场啊 其实挺紧张的 也挺紧张的 对对对 扒拉你 扒拉好了 你别这么生气 你就怕那儿 你别托了 你别托了 只要他们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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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只要一托的话 就戏曲恒例特别的重 那就不托了吧 这个调整说也行 这个调整 我们这个戏 总共周期是两个月就完成了 因为时间紧任务级 对 那么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他们又是如何一起去创作的 让我们一起进入英俱而喻 去说会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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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好 好 好 還是 八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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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說 真像 你觉得吴玉这个角色 最吸引你的点在什么地方 因为乐乐她是一个很天真 然后善良单纯的女孩 因为她平时可能二十几年的生活里 遇到的都是哥哥呀 阿川呀这类就是只有武力的男生 但是老吴是一个很有智慧 然后又很神秘这样的一个男子 就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就一下子吸引到了乐乐这样的姑娘 所以就特别 觉得她是智勇双全的 对吧 其实彬子的形象 让大家一看就是觉得是有功夫在身 这次据说你为了这个角色 你还解锁了一些新技能 这个角色其实让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 我看着吴玉在拳台上 她打来打去那么累 我就特别高兴 为什么 因为以前都是我打的 特别感谢导演 因为之前我看剧本的时候 这个角色其实人物设定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瘦弱的这么一个提醒 因为我这个块头在这摆着玩的时候呢 当时呢我就是对这个角色就很感兴趣 导演呢也希望就通过我这种形象上的反差 对这个角色赋予一些细节新的内容 当时我戏里面还不是特别有底 毕竟跟我以前演的角色 就是还是相差比较多 这个角色她在后面的背景 还是比较复杂 她是一个纹绳师出身 完了又又开过歌厅 又打过黑拳 所以呢就所有的这些东西 加到我以前的演这个戏 来说对于我来说还是挑战很大 但是导演呢有很大的信心 至于有多大反差 大家看完之后再看 所以你真的是也学习了一下 纹身的技术吗 对 我在北京的时候 就是找了一些朋友 纹身的朋友去体验一下生活 包括在拍拍的过程当中呢 我就把纹身枪借到剧组里边 因为我有一场跟吴玉边纹身 边说一夜半指的那么一场戏 排辞很多 因为那个时候的纹身枪 跟现在不一样 那个时候是人工手组装 这个纹身枪很复杂 而且你还得说词 你还得听到对方的反应 对 没错 剧中你是不是和廖凡猪猪 他们的对手戏比较多 对 基本上都是 你是第一次和他们合作吗 第一次 但是在整个的 我们对戏的过程当中 包括拍的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是因为廖凡老师 他的情绪去感染我 包括就是我记得有两场 跟廖凡老师在小酒馆的一个戏 然后当时我们都在 都喝了一点酒 但是当时我在发烧 因为当时全组包括导演 那个时候话都说不出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这个状态都是很疲惫 但是戏拍得又很紧张 那很多时候都是在廖凡老师 他的情绪的带动下 让你去不断地进入这个决策 那侯勇有没有你自己印象 特别深刻的戏 在这部作品当中 篮球场的那场戏 因为当时已经是成都 应该是12月份了 已经特别冷了 已经是冬天了 我们找的那个景 又是一个仓库 也是阴冷阴冷 然后还要不断地往身上喷水 感觉大汗淋漓的一个 廖凡老师当时还把手给储了 打了球上球吧 受伤了 你和廖丸其实对手戏 也比较多 对吧 对 我们就是山里边 在山里边的那个阶段 那和他的对手戏当中 你有没有觉得拍得比较过瘾的 冯伦 冯伦要过来 抢回我们的农场的一场戏 那场戏的人还比较多 大家我都知道 人多的话 打群戏特别不好拍 每一个位置 导演他要每一个机位 全景 近景 每一个人的感觉 都要堵捉得到 那场戏其实我觉得挺难的 那要说到导演 其实在这部剧当中 你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这部剧当中 你的这个角色 你自己对他是怎么理解的 我觉得张驰这个人 他首先是一个经过训练的 一个资深间谍 包括他出身 他也没有亲人 其实像这种人 很容易被培养成 或者就是蛊惑成 间谍 写这个人物的时候 我就觉得 要把他写成一个 很立体很立体的人 跟吴玉能够对峙 19年 他们应该有相像的地方 我记得我们俩拍了 一场跟踪的戏 他最后发现我 两个人心思都差不多 预判也差不多 我记得了 张海赖和马玉杰虽然是第一次合作 但是其实你们俩人之前 也是好朋友对吗 是的 一般的 真是 好 看起来了 还可以 所以在这部剧当中你们俩默契吗 是很快就找到感觉了吗 你说吧 我说了被反驳 因为我当时知道他要来这个戏的时候 其实我挺开心的 因为我知道我们俩全是对手戏 就减少了你进组之后去磨合的那个时间 我觉得这对演员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在开拍之前 在走戏的过程中什么都可以说 把该聊的该说的不舒服的地方 都已经给出来了 所以就是还挺顺 这两个角色跟你们自己的性格距离大吗 他挺大的吧 我还 他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很搞笑 我搞笑吗 然后在剧中就特别严肃 反正他也是属于那种跳进跳出特别快的那种人吧 一秒就入戏了 聪明 反正我不太会跳戏 即便是知道 比如说平时我们私下打闹啊什么的 但是一旦开始还是会进入那个状态就特别快 好演员 来 来自己好朋友的肯定 我难道靠近 我以为你能说自己 虽然他没有在你和他是好朋友这件事上带张 但是在你是好演员这件事上带张了 对 就是朋友也不重要了 如果方便得到任何就可以了 对 那你评价评价你的好朋友 其实也不太像 就是你看 上面就是他一个角色和他其实 撒闯英姿的 对 完全就不像 其实他生活中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一个人 还是挺会关心人什么的 就在剧中 年来之音是生活中不太会关心 生活中不了解 不了解 对 对 他可能会关心别人 其实很多观众在追剧的时候 也是特别希望了解一下 一些幕后创作的过程 比如说导演你在选角色 选演员的时候 你是有什么样的标准 首先要符合剧本的角色 这个非常重要 而且他需要有能力展现这个角色 因为这个当代国安 他离我们特别近 就像我们身边一样 那你在表演上的代入感 真实感特别重要 因此选择要翻来一眼无语 我觉得特别正确 很多人都是一提到他 他能够完成 觉得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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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人物呢 从专业素养上来说 也是要求很高 他一个人其实做了很多职业 刚开始做警察 完了之后又做犯人 做服务员 做打黑拳的拳手 又做送外卖的 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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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是对一个演员表演能力的考 考验是真的就需要相对的功力才能够完成 其实观众在追速迪的时候呢 也追得挺辛苦的 因为一天只有一集 但是这个悬念感呢特别的重 这个胃口是掉得很高的 作为创作者来说 你觉得特别希望观众从这部剧当中得到什么呢 盼望观众能够了解 有那么一群无名的英雄 在为我们现在 幸福快乐的生活保家护好 我希望观众能够看到他们 这个这部戏也是向这些无名英雄致敬的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也可以提高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反叠意识 应该可以学到一点小小的知识 对 其实我觉得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和追剧的观众去进行交流 也希望我们每一位主创呢 都用一句话来向我们的观众 推荐一下这部作品 《速迪》是一部很让人上头的剧 虽然我们只有16集 但是集集都是精品 希望大家观看我们的速迪 谢谢 好 再见 借用一下这个名字吧 据说很好看 确实很好看 大家一定要去看 好 说了我们的口号了 速迪是一个讲述了19年间 两代国安人用生命跟热血 去保护国家安全的这样一部电视剧 然后大家多多观看 可以了解到这些为我们保驾护航的人 他们背后的故事 大家多多观看吧 你说得很全面 我们这些人能够这么平平安安 渐渐汗汗的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伟大的国家 是因为有像无异这样的国安英雄 为我们保驾护航 其实我们这部戏是向国安英雄们致敬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说完了没啥事 就是好看 好看 真好看 好 重要的是最说三遍 通过这部作品 让我们和比较神秘的国安干警 这个群体相遇了 他们是黑夜里的明灯 他们于无声处听惊雷 他们在守护的是国家的安全 也是我们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 生命财产的安全 我相信这样的付出 这样的一种奉献 确实值得我们送上我们最大的敬意 把所有的掌声送给我们的 国安战线的干警 谢谢 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 在创作过程当中 非常非常的短的周期 要做这样的一步 戏剧张力很足 情感浓度也很足的作品 我们观众也特别希望 有机会在我们的舞台上 看一看你们的创作过程 所以我们一起进入 导演来加戏 我们这部剧的编剧导演主演 祈祷 已经把《非夜》准备好了 对吧 先发给大家吧 接下来要送上的这个据说很好看 素笔的桥段 应该也是特别值得期待 所以我们也一起来感受 这部作品 净水流声的力量 我们一起来期待 你核实一下看 是不是核实费 我说找到了正在登机 我觉得跟钱 你往哪走 我跟你呢 你走到那我就跟你 对 我给他抓你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然后你给他扣着 你刚好过来了吗 咋呢 我就把他包拿走就好了呀 行行 据说很好看 等您一起看导演来加戏 有请祈祷导演 喂 我到了 我到机场了 你在哪儿呢 他们肯定有我的消息 我过不了安检呢 你不用管我人在哪儿 办计划进行 人还没过 编检 好 你别管啊 好了 现在呢 你现在去六号休息区 那有一个跟你一样的包 里边有你新的护照 还有机票 记住了 把你的包留呢 不可能 集药原件是我的护身符 在我离境之前 我不可能把它交给任何人 你给我听清楚了 你一旦被抓 那个是你定罪的证据 知道吗 前往摩尔纳的乘客请注意 您乘坐的NZ288次航班 现在开始登机 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出示登机牌 由126号登机口登机 祝您旅途愉快 谢谢 快点 没时间了 我到了 看到包了吗 看到了 现在把手机扔了 你可以登机了 前往洛斯顿的旅客请注意 您乘坐的LX199次航班 现在开始登机 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现在登机的是哪个航班 LX199去洛斯顿 边检说有个余信 查一下是不是核之飞 找到了 说正在登机 核索 这么着急去哪儿了 说说吧 你是怎么实施策划的签计 你是怎么实施策划的签计 他每次给我都用不同的电话号码打给我 我知道 你们肯定不会相信我说的这一切 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总得有个指挥的吧 再进来 半年前 罗伯特派了个人 说是要接一个工程的伙 我当时想可能就是想挣点钱吧 然后就答应了 要是知道他们安装传输器就是奔着服务器去的话 你就给我再度的钱 我也不可能答应啊 别激动啊 你说的这个人就是 背后指挥的那个人是吧 我不知道啊 他 他让我引你们去基站 开 拿授权 说你们乱了我就可以脱身了 其实他 就是想偷迷药 接着查 嗯 是吧 有人在我们眼皮底下把技奖元件拿走了 拔出萝卜带出门 一个都跑掉 十几年 他一直干一件很伟大的事 和平原来的大好河山 需要无数个不灭英雄 好 穿越十九年的绝密文件失窃案在线 一场无声的博弈隐匿在沉潇之中 步步为营 制斗敌特 黑白交锋 前路 人未可知 这是一场智力与体力的较量 国安人 用热血与信仰 守护着国家安全 幕后黑手究竟能否落网 速敌较量 谁能抢夺先级 让我们继续观剧 与国安人一起追踪当年的真相 让黑暗处的影子无处遁形 大剧看总台 据说很好看 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希良 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 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再见